Hey guys,我是Kel 又來跟大家介紹日本文具了 之前有很多觀眾和朋友跟我反映說 文具正是很正,不過很貴 甚至莫說貴,想買都買不到 因為已經沒有貨了,不要緊 我最近就特意走了十幾二十間Daiso 為大家搜羅了一些什麼曾經很熱滿得來又很好用的文具 現在是可以在100日圓店找到他們的替代品 今次一共找來五款替代品 現在就來為大家逐一介紹一下 之前為大家介紹過這款 可以根據自己需要而選擇尖銳道一筆刨 尤其是刨木顏色筆的時候 通常都不需要刨到很尖 這款可以很方便,不用刨兩下又要檢查一下 那麼麻煩 現在Daiso也有100日圓替代品 同樣地都可以選擇五種尖銳道來刨 這款比較厚身 相比之下沒有原版那麼輕便 不過反過來說,刨筆碎的容量都比原版的大 這樣就可以刨幾支筆才清理刨筆碎 好了,重點是刨出來的效果又會是怎樣呢? 讓我轉個鏡給大家看看結果吧 咦?刨出來的筆都真的不錯 不過它以1至5來表示尖銳道就不太清晰了 因為用家有可能會不清楚 到底是1最尖還是5才是最尖呢? 相比之下,原版用圖案來表示尖銳道就清楚得多了 之前和大家介紹過這款,摺得到小小的釘書機 現在100日圓店都有賣了 質素是怎樣呢? 外觀看起來都頗漂亮,質感都不錯 而它的用法和原版都是一樣的 只要把把壓釘刀移出來就可以用了 不用的時候移進去就可以摺回了 重點來了,釘東西的能力是怎樣呢? 讓我用這張紙對接再對接 模擬一下一次過釘4張紙的情況 咦?沒問題,如果再對接有8層紙呢? 都沒問題,起釘方面呢? 功能都正常 如果再對接多一次呢? 現在有16層紙了,可以嗎? 如大家所見,可以輕鬆釘到16張紙 也沒有咬合不整齊的問題 相信它已經足夠應付到大部分的情況了 剪刀筆都出了好一段時間了 它就是將一把剪刀做成筆的形狀 方便攜帶和收納 而它終於都在100日圓店出現了 設計方面都很有誠意,有很多款式選擇 我選了這隻粉紙色 有一種好像薰衣草的感覺 看起來很舒服、很解压 這隻替代品同樣地都是有回彈設計 好等你給力剪完之後 放手就會自動回彈,很省力 重點來了,剪東西的能力又如何呢? 跟剛才一樣,先對接再對接 模擬剪4張紙的情況 咦?輕鬆喔 好,那就再對接了 8層呢? 哎呀,太Q了 還卡住了一張紙 不要緊,再試一次 嗯 手指只要向順時針方向 給多一點點力地剪就沒問題了 你看,成功了 好了,如果再對接呢 一次過剪成16層又行不行呢? 咦?雖然有點黏黏 不過也是剪到的 16層的話,如果用錯力的話 是同樣地好像剛才剪8層一樣 是剪不到的 所以跟一般的剪刀不一樣 都是拿來剪一些普通紙 線頭等等的簡單東西就好了 喜歡寫筆記或者寫日記的朋友仔 可能已經看過我之前介紹過的暗記套裝了 它有一支霜頭筆 一邊是橙色幼筆 另一邊是綠色螢光筆 一支清除筆 以及一塊紅色的遮罩片 因為有顏色的透明遮罩片 只是允許跟顏色的光線通過的關係 所以利用這一點 遮罩片就好像一個過濾器一樣 將一樣或者雙類近的顏色隱藏起來 這樣就可以很方便地直接利用自己寫的紙 來溫書 因為原理是一樣的 所以原版和替代品的效能都是一樣的 不過原版的遮罩片就大一點 而替代品就沒有橙色的筆 以及也多了一款綠色的遮罩片 所以替代品這一套 如果不另外加東西的話 就比較適合直接用在教科書上面 例如一些會分成兩種資料方面的書 例如是一些學習語言的書 如果配合原版之筆 又或者自己另外準備一些顏色筆的話 都同樣地可以做到原版那種 只是隱藏字的效果 當不需要再用又或者選錯了的時候 也可以同樣地用清除筆清走 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有些教科書或者作業 現在都有配合這種遮罩片來出書 又或者剛好印到那種顏色可以配合來用 所以如果大家有這個套裝的話 還可以直接用在現有的教材上面 最後這支厲害了 就是曾經買到一千元一支 都買到沒有貨的金屬軟筆 的確很厲害 阿笔看起來 idé 丫頭看起來很像元筆 寫出來的筆跡也 거의像元筆 但依然可以不用刨筆 一直寫寫寫寫寫十幾二十公里 都可以繼續寫下去 還不會跌壞 之前我也有專門做過一集測試片 去看看這筆 到底是不是是的 所港幣感到這麼厲害 那件影片已經成功證實了 它真的跌也不斷 還有寫了10板 筆尖也沒有甚麼下降 有興趣去看的朋友 去 fund 留言 測試片的連結已經放在那裡 而現在在Daiso 就可以以便宜10倍的價錢 也就是100日圓就可以買到這支替代品 它就跟之前的測試版本一樣 都是膠的筆身 不過它的筆頭就多了粒... 拆膠? 這種設計好像似曾相識 好啦 未寫之前 筆就是這麼尖的 其實也不是很尖的 不過大家千萬不要看到它不是那麼尖 就拿它當作是一般圓筆的刨 因為它的包裝上面也有提醒大家 是不能刨的 因為這樣分分鐘會磨難筆刨的刀片 至於筆墨的深淺度是怎樣呢? 我另外拿三支筆來做比較 一支是HB原筆 一支是3H原筆 而這一支是原版Metasol 不過它變成按壓的輕便版 它跟原版最大分別就是 原版是金屬混石墨 而這一支是用石油膠混石墨 所以它們的成分是不同的 好 廢話少說 馬上來看看它們的深淺度 對 而結果所見HB是最深 接著就到新的這一支 它是比Metasol更深色 雖然它沒有HB原筆那麼深 但是已經夠做了 順暢度都OK的 寫的質感其實都很接近原筆 好啦 重點來了 是不是真的可以寫很久都不刨這個筆尖? 現在就是為大家測試一下 那我這次同樣地 都是寫足十板子那麼多 由於要證明給大家看 這個是一氣呵成的 所以這段影片 是會有少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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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長的 等不及的朋友仔 可以直接飛去看結果 好啦 花了超過20分鐘畫足十板子 筆尖到底有沒有挖到呢? 嗯? 這樣拍完比較一下? 看起來同樣地都是沒有什麼變化的 相信如果真的用的話 都真的可以寫到很久 還有檢查一下我手掌的底部 都仍然很乾淨 相信如果大家有用過原筆來寫東西 都試過印到整個手都是原筆的經驗 所以這隻筆也解決了手會髒的問題 至於寫出來的字有沒有分別呢? 我們直接比較一下第一版和第十版的筆跡吧 看起來也有少少少分別 因為第一版的筆跡明顯是sharp性一點 當然跟我本身寫字力度也有少少關係 但就算去到第十版也不差 還有另一個重點 是能不能拆掉的呢? 我們就直接用它提供的筆頭拆膠來試試拆吧 是可以拆掉的 嘩!多擔心它的筆頭拆膠好像中華牌的紅色拆膠一樣 所以同樣地 普通的拆膠都一樣可以拆掉的 這支真的很適合給小學生來做功課 又或者給喜歡畫畫的朋友拿來起線稿 而且替代品還連拆膠頭給你 就算沒有帶拆膠 又或者不見了拆膠也不用怕 嘩!100日圓一支真的沒得彈 以上就是今天為大家介紹的五款有著同樣或者雙類似功能的文具 不單只是日本 就連在香港也有得買的 不知道大家最喜歡哪款呢? 可以在字頂留言裡面 以按like的方式投票選出 今次的影片來到這裡 希望幫到大家 再見! 之前也有條影片專門說可以水洗翻用的強力膠指 現在是100日圓店也有推出一個迷你的版本 我也有特意買了卷回來做實測 雖然沒有上次那麼誇張 玩到整個書架那麼大 但也一樣感受到它的強勁黏力 所以相信它的性能也是差不多 而且原本介紹的版本其實就太大卷了 我猜有很多朋友如果那時候已經買了的話 到現在都應該還未用完 而且這隻還要強調是日本製的 現在日圓跌到五算 這些文具細件又輕又不阻定 如果大家接下來打算去日本玩的話 真的記得不要錯過 那麼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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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